好來各位觀眾我們看一下齁 接下來介紹這個叫鑽石牙齒齁 來看一下 它叫做 小米劍 就是 就是美國什麼最厲害的嘻哈豬豪商 專門在賣嘻哈產品 對然後 也是別人跟我講才知道 不然我從來不知道這個人 但是我看過他的MV 他有一個就專門在講這個牙齒那樣 好幾個人都出過 那個 還有墨西哥什麼也出過 因為基本上這種嘻哈的 有鑽石的東西 古巴手鍊就黑條 黑條多少錢你猜 真的黃金白金 真的實在黑白金做出來 這條就25萬 所以說一般台灣的嘻哈歌 老舌歌手除非說他好 沒人來的嘻哈 好 瘦子跟說他好 就像美國 因為我也這個問題我也去查過TVD 我就說 為什麼美國的嘻哈歌手 老舌歌手都那麼賺錢 他們在那邊比較廣 比較被人或爹那 所以像我唱我唱歌的超能力 我都吃我嘻哈 我在講這四個字而已 馬上全部的平台都鎖住了 說電視什麼 全都鎖 亞洲的風情 亞洲人的風情 就是 沒事不要去唱那些東西 歐美他們比較開放 然後加上他們演唱會 對嘻哈的曲手比較低 對 亞洲就是五月天老地鼓 越老越鑽 歐美的話都是一些年輕人 嘻哈一個幹掉一個 新人出來就說 阿姆是垃圾啦 阿姆唱的有夠爛啦 他們會一代新人幹掉 一代就有人這樣 但是亞洲是不會 亞洲就是越老越強 我是想做一套來玩啦 台灣這邊問工廠 現在確定從台北大高雄 沒有一個人會做 就是他娘我就先 蠟雕先做出來嘛 因為他這很硬嘛 SPA KG很硬嘛 那你這樣吃飯的時候 用得不好 等一下你牙齒斷掉 他這個技術啊 現在就在美國有 但是我也聯絡到廠商了 所以 所以要做的朋友也會問我們 所以叫做鑽石牙齒 好 對